期间必须得回美国 但是我离境已经超过六个月了 但我又还没有收到回美证 我应该怎么办呢 审理的是七个月 这个回美证发起来有效期会有多久 没有拿到十年永久绿卡 其他证明绿卡身份的证件也都过期了 这样我要怎么样才能发回美国呢 哈喽大家好 本期视频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回美证审理的时间过长 很多人常见的几个问题该怎么办 我听说每六个月就要回美国一次 但是现在回美证审理时得有十七个月 那我岂不是还没收到证 就又要回美国两三次 针对这个问题呢 如果您没有这个必须要赴美的理由的话 那么我们是建议呢 等您收到了这个回美证之后 再持着有效的回美证返回美国 那这种方法呢 是最安全省心的一种做法 如果我在十七个月审理期间 必须得回美国 但是我离境已经超过六个月了 然后我又还没有收到回美证 我应该怎么办呢 好的 如果您在这种情况下 绿卡相关的身份证件都还有效的话 可以登机赴美 但是请记得带上你的回美证申请收据 以及指纹采集通知单 或者是指纹调用确认的通知单一起 入关的时候呢 能够向海关证明 自己已经在离开美国前申请了回美证 只是还在审理当中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最好也多准备一些美国相关的居住证明的材料 随身携带一起呈现给海关 我等了17个月之后 好不容易拿到回美证 这个回美证在有效期内可以多次使用吗 是的 回美证在有效期内是可以多次使用的 并且它也是一个有效的登机证件 那审理了17个月 这个回美证发起来有效期会有多久 这里呢 我们先需要提醒大家一下 回美证的有效期呢 是从发证的那一天开始算的 所以不用担心 因为审理时间过长 而占据了回美证大部分的有效期 甚至很多人会问我们担心 收到一本已经过期的回美证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那么如果您是处于一个临时绿卡的阶段呢 大部分客人回美证的有效期 就是半年到一年不等 那有个别幸运的客人呢 凭借临时绿卡的身份 是直接收到了两年有效期的回美证 如果您已经是十年永久绿卡的客人呢 那么一般情况下 回美证都是给您两年的有效期 所以如果您没有特别必要赴美的理由的话 那么可以在海外安心地等待发这个回美证 那么加上这个平均总共的审理时间 临时绿卡的客人 大概可以有两到三年的时间 安心地留在海外 那么永久绿卡的客人更划算一点 可以大概有接近四年左右的时间留在海外 那既然申请时间那么长 反正我的情况跑卡 大概半年一年就会飞自美国 还是比较频繁 那我干脆就不申请回来就好 其实呢 回美证起到的是一个保护绿卡的作用 它对于跑卡族来说呢 实在是一个最稳妥的保险 我们确实呢 也接触过很多客人 他们是长期的维持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广返美国跑卡 直到呢 有一次入境的时候被海关拦下 带去小黑屋 被警告 长时间不在美国居住 必须要申请回美证 否则下次入境的时候 就会没收他们的绿卡 那么很多客人也是到那个时候 才意识到申请回美证的一个必要性 我还没有拿到十年永久绿卡 其他证明绿卡身份的证件也都过期了 这样我要怎么样怎么返回美国呢 如果您在这种情况下 还没有收到回美证 任何证件都已经失效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您距离上次离境美国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年 可以先向移民局缴纳一个I-131A的费用 然后再去所在国的领事馆申请这个I-131A登基证的面谈 面谈通过拿到I-131A登基证之后呢 就可以凭借这个登基证返回美国了 以上呢就是关于回美证审理时间过长 以及从而衍生的相关问题的一些解答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